他的指甲有磨损和断裂的痕迹 上吊窒息之前 应该有过挣扎 与凳子上的鞋印吻合 这怎么是从外面记上的 有人想装身弄亏 苏大哥 这是什么呀 闻着有脂粉的味道 裴兄 你闻闻看 看能否闻出是什么味道 这味道很特别 我也第一次问他 如双 你取一些检查一下 好 我得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 去找屈灵江问话 他之前给徐之画过像 屈灵江 他是我朋友 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位是 在下明镜署苏慈 想就徐之小姐遇害一事 问先生几个问题 徐小姐遇害了 不错了 多么精英剔透的一个女子 真是可惜了 先生 与徐之小姐有过几次接触 只有一次 在下奉命为他画像 那他当时可有什么异常吗 徐小姐 谈吐大方 进退有理 并无异常 请问先生昨晚在哪儿 昨晚我就在我这画室之中 研究我的美人图 如何可以更加完美 家中小厮可以作证 这美人图 屈兄立志要画一幅画 博取天下美人之场 已经陆陆续续 画了很多年了 屈兄 让苏大人看一看 也无妨吧 好美啊 可这眼睛 为何还没画上 美人双目 须得顾盼动人 灵动如同点漆 可是我找了多年 始终没有找到 屈兄对画中美人的 每一个部位 都立正完美 这双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不 我已经找到了